各位,上次說到趙扣被金亞術追到懸崖峭壁,身逢絕地又無人保駕。 金亞術咬牙每次罵他說:「你個小昏君,當初你認了我做義父,在北角我對你有天高地厚之恩,我當正你是親生兒子。」 :「想不到你這傢伙,認真犯骨啊,真是狗製錯竅就不識台舉,偷偷地夾了回來,與本王為仇作對,印章仇保,你還有沒有良心啊?」 趙扣就說:「你,你搶了我父兄,困在五角城坐井觀天,我跟你有不共戴天之仇,故又豈能應賊作父呢?」 :「在北角的時候,我不過是餓身上膽,忍辱負重的而已,幸好忠臣保駕,神馬到我過賀,故意得殺到你們北角,救出義帝,殺禽活捉你金亞術啊。」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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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嚇到嘀嘀震,他醒起岳飞了,岳外兄,快点来救家,刚刚说完,一听见沿岸边有人大声说,岳飞在哪儿啊,不要叫,不用叫,我来啦, 接着在大石头后边,就飘了个人出来,嚇到今夜,嘀嘀嘀到吞了几步,叫叫不定口呆,那看起来这个人,十五六岁,个头不是很高,黑黑实实,聪明大眼,生个虎头虎老,什么叫六皮袋,颈头有一条铁链, 那就捏两头呢 就押了一对奔铁压游锤 这对锤大得出奇 这个人一见到赵溝就问了 岳飞在哪里啊 皇帝在哪里啊 听这声音哄哄直直的 赵溝就说了 你找他们干什么呀 上牛头山来救皇帝咯 赵溝看 嗯 知道这个人呢 很直的 一看那对大锤 估计都很大力的 联王就说了 小将军啊 孤诈当今的曼瑞 目非就在那头会战金蟬子 他说 你就是皇帝啊 那么 你对面的人是谁啊 北谷的金蚀术咯 哦 对哦 岳飞说过了 叫我打金蚀珠哦 哈 这个大舅仔说完 除低自己相除 对着金蚀术就说了 喂 金蚀术 我看你爹去哪 举起锤就打过去 金蚀术就想了 哎呀 这个人是哪里来的 是什么人来的 为什么不见他闯营就上了你牛头山的 我找了这么多人 都找不到路上山 他是怎么上来的呢 那 原来这个大舅仔呢 是岳云收的 岳云和中方等人就闯金营 到各地搬兵 他们出了连营之后 两个人就分手了 岳云自己匹马单人就直奔金门镇送信 有一天就跑出七八十里地 逐逐跑了一晚 到天亮了 个人又眼睡又累了 那便落马 脱下盔甲 包好 又将马鞍取下来 自己坐在石头上 头阵 那离他没多远呢 有一条小村庄 穿起头吹烟扭扭 那时 在村口里就行了有四五十只牛出来 有大有小的 后边跟着个方牛仔 拿着边后 organized叫 firm 坏 岳云见到这个方牛仔 跟自己年龄差不多 打大尺 身上的尿 黑黑 硕高 赌脚 打大尺脚 岳云见这些人不算意識 那么这个方牛仔一边走 一边在地下捡石头 扔在前面 零来赶紧那里 就赶到一片草地里,那片草地的草就生得很漂亮,绿油油的,离岳云头的地方就没有多远了,那么那个放牛仔就坐在石头里,看着那些牛吃草,那就看一下,看一下,有只花牛和黑牛就打架了,放牛仔开始的时候,拍完手板来看的,咦,拼命撑啊,撑啊,撑啊,看看谁有力点,撑,撑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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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撑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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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手握著一隻牛的牛角,兩手一用力,不要打了,哎呀,一縫就縫開兩隻牛,仗多遠,劈爬,打落地下,那兩隻牛多久都爬不起來,哇,惡魂就經到目瞪口呆了,心想,這個放牛仔這麼大力的,以前聽人說過,力分雙牛,只一聽就沒見過,哇, 今天算是真是見到了,如果這個放牛仔在兩軍陣前,是袁虎將來,他是哪家的人呢,行不行,我要打聽一下,於是惡魂就走過去,想認識一下這個放牛仔,只要放牛仔,還對著兩隻牛在那裡吞氣,哼,我都不讓你們打架了,你兩個人不聽話,是都要打,好啦,好啦,現在打到起不了身了,起不了身了, 說完,扯起兩隻牛,好像沒事一樣,看一下這隻,望一下那隻,惡魂就走過去了, 放牛哥哥哥,請啦,我放牛仔看看惡魂,喂,亮仔,有什麼事啊,啊,先是我見到你力分雙牛,好東西啊,惡魂我就知道啊,惡魂說啊,第二天叫我去找惡魂,你就是他的兒子啊,沒錯,小兄弟,你家裡還有什麼人啊, 別人啊,我和你放牛仔啊,如果這樣,你不如跟我走啊,當今萬歲被困在牛頭山,我和他牛頭山那裡救架,打金的術好不好啊,牛頭山在那裡啊,咦,就暈一條路,咦,力雷那兩隻手啊,壓縫有成千斤力, 他想躺到惡魂躺在地上來,惡魂一看,不妥,立刻坐馬沉腰,用力在兩隻手上,來了個鳳凰雙展翅,啪,兩隻手一叫開,將敵雷的兩隻手就硬撞開了,這樣一來,敵雷就茅了,哎呀,你這麼大力啊,又撲過來,惡魂心想,如果被他撲上來,抱著就沒得玩的了,事實他的力大過我很多, 但是看這個人沒有任何招數的,惡魂就沒有向後面縮頭,反而突然進身,來了一招黑狗鵑富郎,噓,跟著一個 claimed一下 gång, 迪雷不留意,被他拖拖,整個踏到後面,迪雷這魂真的發茅了,哎呀,你這麼死的,我拿你命,又衝上來,一手撿著岳雲的手瓜,岳雲啪聲,扣著他雙手,兩個人要鬥力了, 開講的又說,兩虎相爭,必有一雙,岳雲很愛惜迪雷,因為見他太直,就不想和他再鬥下去,連亡就說了,迪雷兄弟,我服了你了,果然是英雄,我想和你叩頭結拜為兄弟,你說好不好啊,說完自己就鬆了手先,迪雷就愚蠢,但是不傻的,好話壞話,他懂聽的, 他亦很佩服岳雲,他立即放開雙手就問了,女仙頭說什麼啊,我說,我們略跟著還有雙的,岳雲一聽就火滾了,那夜實是見到迪雷無父無母,他人是岳直,所以欺負他了,不行,我要看一下,幫他講一下才行,欺負人做什麼啊,好啦,那你帶我去看一下,迪雷一聽,這麼好啊,這麼好啊,來,跟著你,跟著你, 連網就圈了那些牛在一塊地上,對著那些牛就說了,咯,你們一隻二隻東西不要走啊,我一會兒就回來啊,如果哪隻走就哪隻死啊,說完,迪雷就帶著岳雲進了村, 這條村的人家不是很多,但是間間屋都很闊落的,在村南邊邊呢,有一陣樹林,來遠就聽見樹林裡頭, 好像打莊那樣,迪雷就說了,咯,那個東西就在那裡而已啊,你看啊, 岳雲就順著樹林那些空隙看進去,見到樹林裡頭呢,有塊空地,當中那些樹木呢,全部已經斷了了, 剩下的那些剩下的那些都是三呎多高的樹枱,有個人,手提一堆青銅鍊卵壽,正是對著那些樹枱呢, 左手一錘going,右手一錘,右跟著 RDB,一錘接住一錘,將周圍那些樹枱呢,全部拆到碎了, 有人一看,這個人年紀二十多歲,身高八呎,虎背紅腰,臉如晚霞,兩道劍眉,一對炮眼,高梁地霜,儀表不足,雙貌堂堂。 這個時候,敵雷就走進樹林,對著那個人就說,誒,不要練啊,那個人就收招,回頭看看,見敵雷,立刻滾行雙眼,你幹什麼,幹什麼,你經常打我,欺負我,那我就找個人來打你,你敢敢過來啊,那個紅面年輕一聽,火滾了,好啊,你帶人來打我, 那人在哪裡啊,叫我過來,敵雷就說,哼,你,你不教人家打的,人家過了你啊,我看你怎麼死,你還說,那個紅面年輕,就想看看離人是誰,漏爆爆噹噹噹噹噹噹的衝出樹林,機會又撞到惡魂道,哎呀,你誰啊,惡魂立刻抱一下拳,朋友貴姓啊,你為什麼經常欺負過金岸殖的人呢,哦, 哦,你算老幾啊,你,連這些東西都管了,你不是狗粥老鼠多管閒事,那個臭小子,我不直接欺負他啊,我還打他啊,你吹啊,你打他就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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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來我什麼何啊, 你再降多兩港就連你都打完啊,那個紅面年輕,降多兩港就舉起青銅窩瓜槌了,惡魂都被結到斜火了啊,朋友,你打橫來不行啊,想似著手瓜粗的欺負人啊,你等著來,惡魂另轉身走出樹林,在自己馬安橋道,隨低雙隨,剛剛想說入樹林的, 嘿,那個紅面後山已經追到發了,舉垂硬下來,惡魂出聲啊,看著青銅窩瓜槌ots�tał倒下來那樣,用自己的雷古翁金 LT掃往上一頂,才非常翻嘉楠,哎呀,震至那個紅面後山向後退了一步 national 你都很大力 那个敌人在旁边见到就猛拍行手掌 这次看你还敢不敢欺负我 撞到硬叶 我兄弟 打他 红面后生就火滚 据嘘相权就拼命 一锤重那锤 一招接着一招 和恶运打成平手 我暈心想 从我出道 未曾遇见我这么硬的敌人 这招很难得 可惜他人太过闻塞 恶运当然不忍心伤他 不过对方是振拼命 二手一锤就打死恶运 两个人打下打下 打了二十几个回合 还不分上下 那个敌人在旁边看啊看啊就看得猛了 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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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谁好啊 帮恶运打我哥 哎哟 阿伯回来啊 打死我也有知啊 帮我哥打恶运 不行啊 不行啊 这条狠狠 没有主意了 就在这个时候 传来一阵马铃声 前边来了一支队伍 大概有两百多人 刚刚经过这一棟树林 见到这边有人对打 队伍停下了 在里头就走出匹马 上面坐着一员老将 他因为见到树林里头 有两个洗锤的人打起身 那那声就过来 想说看真点啊 咦 认出那个红面 当然是自己的儿子 旁边站着的呢 是狠狠狠狠狠 老将就急忙话了 停手停手 狠狠 你为什么不去圈交啊 啊 这个人一出声就真的好凌击 那个红面小将 一家闪身就跳出圈外 狠狠整个打了个冷震 哦哦 不要打了 不要打了 你们不要打了 岳云收招 转头看看 见讲说话的将官 有没有五十岁左右 这么窥这么夹 岳云不认识他 这时 只见那两个年轻人 共声跪在他马前边 红面年轻人就说了 爹啊 敌雷好弱啊 他带人来打我哦 那个敌雷呢 好像沙士一样跌落地 那样吹不出 老将就说了 起来啊 接着就对岳云抱一拳 小将军贵姓大名啊 为什么会跟我的犬子 动手打起来呢 岳云见到人家这么客气 也都不好意思 我叫岳云 加着河南商周汤蔭院 哦 那你是不是京城构架 牛头山闯营报号 徐振银蟬子的恶云恶少爷呢 嗯 我就对了 哦 原来是小帅啊 失敬 失敬了 这个老将军 说完 宁转身就叫了自己的儿子过来 来了来了来了 你常常说起的恶魂啊 结果你们一见面就打起身 你真是不懂事的 还不快点过去见你 那个红面后生就好惹惊 那样睁大眼啊 你是岳云啊 为什么你不早点说啊 岳云就说 我办事老妄 多多原谅 请问老将军归声大名 我和你父亲 一殿清神 官拜金门镇总兵 我叫傅光 这个就是我个儿子 叫傅天良 外号同徐长 狄雷 来见你恶大哥啦 哈哈 这个狄雷呢 是平西黄的清的后人 因为不过年年侵犯中原 他家被洗劫一空 就剩下他们孤儿寡母 那流落到我家 他娘亲过身之后 他就一直住在我的树 我对他又好像亲生仔 你这样的 敌雷有天生的神力 是一对大链子锤 不过人就是暗直一点 敌雷啊 快点过来 见见岳云哥哥 那岳云这远好东西 不止送了信来金门镇的总兵 还结识了两位少年英雄 欲知后事如何 且定效 分解 各位 上次那位岳云在牛头山冲出了金兵的连营 去金门镇搬兵救架 那么幸好在半老就撞到金门镇总兵傅光 还结识了他的儿子傅天亮 和契仔敌雷 什么时候 岳云就对傅光说了 傅大人啊 我刚刚想找你啊 我父亲写信叫我送来金门镇 请你派人各路吹兵 去牛头山下集结 雷应外合破金兵 想不到在这里碰到你啊 你想着去哪里啊 哦 我想着回家 找天亮和敌雷 准备带兵去牛头山救架的 就算你不理 我都去的了 哦 那么巧啊 那么我们想在一起 你看看这封信 傅光看完岳飞的信就说了 哈哈哈哈 对了 对了 岳少爷啊 我站就在前边那条村 请到家乐一聚 搬兵的事 不会耽误的 明天我们就发兵 岳云就立刻点头 好啊好啊 于是乎 左边就傅光 右边傅天亮 岳云居中 三匹马就一趴地走走 那么唯独敌雷呢 躲在那些人群后边 心惊惊惊啊 先头他就做搞屎棍 搞到岳云和傅天亮呢 打成大交 现在见到人家好翻了 到时会不会人家夹来打我呢 这条狠狠狠呢 这条狠狠呢 一边走就一边 猛地想起这些不耽误的事 那时只见傅光就问岳云了 燕贼啊 为何孙头和犬子天亮打起身啊 岳云章经过就说了一次 傅光就奇奇笑说啊 哈哈哈哈 燕贼啊 你都不知道 那个傻子敌雷呢 我当成他亲生子 不过这个人 整天撞板 三天两头就打伤人 不是打断人手 就打断人家的脚 后来天亮他娘亲呢 就想出个主意 买了五十只牛回来 就叫敌雷放啊 等他呢 有点东西做 免得整天打人 哎呀 这一招啊 几凉强的啊 敌雷不出去打人啊 但是专门打牛 一头半个月而已 就会被他打死打死一两只的了 幸好那些牛呢 才买回来几个月而已 我看来的五对 全部被他弄死了的了 那因为他有天生神灵 我就要他洗伤锤 那就叫天亮教他套路啦 这敌雷的人呢 就昂直 学习笨笨的 天亮有时说他 他不听的 那天亮脾气又不是那么好 猛起上来就打他 敌雷的气顺那时呢 就任打不生气的 这条气搓住那时就打回天亮的 他又大力啊 哎呀我见到这样就算了算了算了 喜欢学学不学就算了 天亮就不肯 每天都叫他一早起床就练功 结果两个人好像仇家那样了 其实他两兄弟几好下的 岳云就说 哦 原来是这样啊 我都不知道了 都是我不好啦 还帮人出手了 天亮就立刻说了 啊 那么不怪你 怪就怪我 对敌雷太的严格了 我爹不是家 我娘就管不了他 那我就做这个丑隐咯 岳云就说了 嗯 既然敌雷时在家里撞板的 不如叫他在牛头山里救驾啦 我爹 实会很喜欢他的 傅光说 哎呀 如果岳云碎肯收他 那就一天都干了 那么 等待到做家 我再好好地教他 他们几个在前边说话 敌雷在那边跟着 什么都听到的 他心想 去牛头山找我 非救皇帝 我几带都去啊 不过一阵间 伯伯说要教一下我 那当然是说我先头做搞屎棍 搞到岳大哥 和哥打起身啦 哎 不是啦 不是啦 到时被伯伯伯到我立立领 我不如现在就人好过啦 想到这样 他一路放慢脚步 就落在后边 跟着 那一路就转回到村口那头 先头放牛的地点 拿回自己那对 奔铁压游锤就偷偷地走先啦 那敌雷有三拙 第一 第一是力带 第二是天山的飞毛腿跑得很快的 第三爬山的本领也都很惊人 他一路走一路打听 等到牛头山下 天已经黑了 眼前倒出金兵的帐篷 都不知道哪里打哪里 又过不了去 他乱地在山上转 转来转去转了很久的下 又不懂得累的 不经不觉就转到一个山头上 这个山道就没有兵把守的 懸崖峭壁 他就隐约见到风顶上边有旗刺 敌雷看下看下就说 不如在这儿上去咯 他扯着那些山藤一路爬 别看那些山那么粗 只要有点那么多突出的地方 就拦不住敌雷 只要他真的轻似狸猫就快如猿口 一路爬上去 爬到差不多的时候 听上边有马蹄声响 他爬得更快 爬到尽头 刚刚召寇就被金兵術 追到来懸崖峭壁前边 召寇猛地叫岳飞保駕 敌雷就上了去 问明对面就有金兵術 敌雷举起商权就向前冲 这样失惊无神标的人出来 就吓到金兵術 他想说走的 只要不舍得放下召寇 盗嘴的肥肉没理由吐出来 想问问这个大舅子的姓什么名 那个敌雷举锤就打过来 金兵術就逼着拿斧头隔 咚声 哇 震到金兵術几乎达得落马 哇 什么来的 这个人这么大力 又凶猛 直到难以取胜 去访一招 撥转马头 急割急割急割跑回落山 敌雷举刚想追的 召寇就不给了 小将军不要追了 快点保孤回去肉虚宫 金兵術这样才有命 倒回落山下 急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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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 keh 父皇啊,我剛剛想活捉岳飛的,你為什麼叫人叫我回來呢? 兒子,何葉嶺是人家的房地,如果萬一有埋伏,我們豈不是虧帝? 那麼,金蟬子就沒辦法了,父皇就出聲了,於是兩個就回到本營 金蟬快找了六國三村各國的王子來商議軍情 他說,時隱岳雲去了搬兵,走開了很多人下,萬一救兵一到,我們就會前功盡氣 先頭山上高,又多了個洗大鏈子錘的大小子,好厲害啊 所以我們看來要火速攻山,遲則有變,聽下一陣決定勝負 將來四更吃飯,五更出征,金兵涼曬全隊,土敵嬌陣,金蟬和哈密茨,以及十家元帥,督軍押陣,金蟬子出馬了 那麼,岳雲今天心定了很多,雖然昨晚皇帝遇襲受了一場虛驚,但是收了個敵雷,很開心啊 他在敵雷知道,救兵很快就會到了,剛剛山下又土敵嬌陣,於是乎岳飛就親自帶兵出戰,還未等同金蟬子交鋒,突然看到金兵的後陣腳道就亂了大龍 連金阿淑自己都仗義金光摸不著頭腦,剛剛想說要派人打探做什麼 正有緣白袍小將,手勢一對梅花兩銀鎚,闖瑩二哥,去到岳飛的馬前 岳飛見到就連王話了,小昌君,你在哪兒來的? 元帥,我是在西湖山來的,我叫何元興,和岳雲是結拜兄弟 哦,原來你就是何元興啊?我聽岳雲講過,當初我們一家老少被哈密茨帶人抓住 打入了木龍籌車,多虧你和你父親何盡忠,劈木龍籌車救回他們 何元興就說,伯母他們在山上邊住了很久,近來我送他們回去岳家莊 我這樣才來牛頭山救架的,元帥,我想留在軍營幫你牽馬罪登,不知元帥可不可以收留呢? 嘿,兩軍教兵,正是用人之時,你可隨應聽令 何將軍,你來得對,今天要和金阿淑決一死戰 是,元帥,我何元興萬死不遲 何元興走入隊伍,和敵類走在一起 是,事因兩個都是洗脫的,所以覺得零射熟落 這時,對方的金將金蟬子就叫陣 我問了,岳飛問,誰會金蟬子先?敵類就應了聲,擋我開 但就放開腳步,啪啪啪聲,一下就飆到金蟬子的馬前邊 兩人互通姓名就交上手,一出手就出行力的,噹噹噹噹,連撞三下垂,硬打硬,好像打鐵一樣 金蟬子覺得,額,好厲害哦,這大小子,不要小心自燈 只見,敵類就叫了,噹噹噹,你這個金蟬子,哎呦,多厲害的,再來三下,噹噹噹噹 大家又對撼了三下鎚,哇,這三下,震到金禪子的頭殼,嗆嗆響,有點頂不順了,他見到這樣就不可以跟敵雷硬打硬了,這樣就避住來打,兩個人打了七八個回合,敵雷就打了死牛力而已,沒什麼套路的,慢慢慢慢就有些輸蝕了,何元興見到敵雷當然是不教人來打的了,馬上就過來討論,握完碎,讓我幫敵雷打一會兒吧, 鵝匪就說,好,那你多加小心,何元興一擺梅花兩銀錘,吹馬上前就換了敵雷下來,接戰金禪子,大家一看,何元興有些了,招數巧妙,跟金禪子戰有二十幾個回合,還未分勝負,但是那個金禪子就越戰越勇,那些金兵搖旗立喊, 好,好,好爹啊,少殿下好爹,打開,打開,少殿下一定會打贏的,金禪子越看越開心,你送迎度有幾個人洗箱除,知道每個人和我兒子比,真是蚊比和牛比,沒有得比, 那時候,奸賊張幫昌和黃鐸兩個敗類,也來到兩軍陣前,鑽在金牙術旁邊大聲地叫:「少殿下的武功,蓋世無雙,天下無敵啊!你看看,洗銀錘那個東西不行的啦!」 那時候,鱷飛和宗長一看,何元慶真好像不夠力,萬一何元慶不行,其他人上去就更加不是金蕾子的對手了,怎算好呢?就在這時候,之前金兵的後隊都吵到開虛的:「糟啦!糟啦!各位兄弟,不得了啦!奧運回來了!快走啊!奧運回來了!」 在後面一亂,金牙術被嚇了一跳,看一看,只見自己的隊伍道好像虎搭羊群那樣衝出了兩匹戰馬,日前一後,上面坐著兩員少年將軍都是洗箱錘的,只見這四把錘在自己的軍陣中亂掃亂打,死屍吼吼吼聲,一片片不停拍下,兵杖擋不住啊! 金牙術很吃驚,看著這兩個人歸了隊,來的正是金徐張鄂雲,同徐張傅天亮,這時候,八大徐都來到鎮前了。 原來鄂雲去到金門鎮搬兵,中途就遇到傅光、傅總兵,和她的兒子傅天亮,三個人一邊掛著說話,一時就不記得那個敵女,等到天下才醒起她,敵女已經走了。 傅總兵估死,她一定會去牛頭山的,於是就說了,敵女的人太過無心計,千萬不要誤入金營。 不如這樣吧,你們兩個就去牛頭山找找敵雷先,我馬上臨兵就到,到時信炮為令,我們雷應愛合打金兵。 於是傅天亮和岳雲兩個就打馬飛奔牛頭山,馬踏金營。來到鎮前,見到元帥岳飛。 岳雲將搬兵的事,從頭到尾就說了一次,岳飛好開心啊。 事引得了四元洗脫的猛將,岳飛說,你們倆闖刑累的了,下去休息一下吧。 誰知傅天亮和岳雲就說了,不用了,元帥,我們這麼急趕來,想回回金蟬子。 岳飛見到他們倆沒了一些疲態,嗯,好,那就去吧,小心行事。 兩個開心了,岳雲就說,天亮,陣前那個金將就是金蟬子,那個白面將軍,是我的兄弟何元兄,現在就等我上去先,你給我壓住陣,不用不用,等我去。 傅天亮幾奶都不肯,高舉著青銅窩瓜錘就搶到陣前,何將軍,你閃馬一邊,等我戰他。 傅天亮已經到了,金蟬子,當同惡債大言,宋將那邊那麼多人洗脫的。 咦,是什麼人啊? 銅徐將傅天亮,金蟬子,看脫,咚,雙鎚扔下,四把鎚一撞,在半空中好像打了一個癖哩那樣,咯。 鎚鎚扔下,鎚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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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燕之馬,跑到兩個人的中間,天亮你閃開,惡運你啦! 話道人道,讓過了傅天亮,打橫攔接金蟬子的碼頭, 金日瑞見到我雲上陣,知道糟,人家是八大徐車輪戰, 我兒子金蟬子不輸都幾難啊! 不不不不,馬上就隔壁,明金! 羅聲一響,金蟬子聽見,但我扮成聽不見,為什麼呢? 事因他一見到惡運,即時眼火爆,自己的弟弟銀蟬子被他打死, 這個仇未曾到,所以軍令他不聽,一刻就顧著打惡運。 好了,八國子金蟬,會雷鼓翁金蟬,這一場凶殺惡戰, 將兩軍陣前的所有兵將都鎮住了。 這個像蛟龍出水,那個像猛虎下山,真是其逢對手的張玉良彩。 哈!哈!去!哈!去!哈! 這兩個人大戰五十回合,不分勝負,兩個都是使出平生之力, 拼命施殺,爭辭不下。 打下打下惡運就想,是時候了,我為什麼不用絕招來贏他呢? 就在這個時候,金蟬子用大鎚一對惡運的前胸, 對中未對中之間,屁啪!惡運馬上高就打了下來, 誒呀!嚇到宋朝的兵將死死下了! 死啦!惡運被打了六馬! 那時候金蟬子殺到興了! 仙途可吵有沒有撞著惡運呢? 他自己還未搞清楚的! 咦!急忙勸轉自己的座騎花斑馬,去追惡運的赤兔燕之馬! 其實惡運特意在馬上高發下來,躲在馬套底下, 這招叫鄧女藏身,還未等金蟬子明白過來, 惡運在馬套底下已經將右手的翁金鎚預備好了, 等金蟬子追到來馬尾,惡運就在兩隻馬腳的中間, 瞄準金蟬子,飛出一鎚,直奔金蟬子的前空, 這招叫鄧女藏身,野馬分中鎚, 金蟬子一尾掛著向前追, 發夢都想不到惡運會使出這招突如其內黑不容門的飛鎚, 等到他醒水的時候,遲了, 一鎚打正前空,整個胸口都拼骨碎了, 衣犯就浪費了,慘叫一聲, 八落馬下就死直了, 惡運隨真金蟬子, 不過還有金蟬子,六十萬大軍的, 欲知後事如何,扯定校,分解。 廣東電台音樂之聲,榮譽出品, music-abin獨家簽約港府大師梁錦輝全身演繹, 張敬憲輕力唱作主題曲,滿江紅2005, 小說連播,雪樂全轉, 音樂之聲,獨家首播。 1. 2. 1. 2.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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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6. 彈髮与笑领头 风的线 一生只想轻松曝光 多知世人记得他的永远 一首不留的歌语 看尽多少细节 下一生的坚持 一首简单的歌语 这精彩不留的故事 从今的开始 我又会记住 我愿将一次 港古大师梁錦辉 全新演绎 雪莫全传 各位 上次那些乐运 徐振金蟬子 要他死于马下 金阿淑见到自己的爱子 惨死 忍不住 哎呀 大叫一声就暈了过去 金兵阵脚即时就暖聋了 岳飞在对面看到 是个好机会 举高银枪 点炮出击 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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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声炮响 宋兵宋将就齐声呐喊 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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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铃铃铃铃铃铃铭 冲向敌军那头 嘿嘿 那些金兵的意魂真是害怕 死因主将就死了 主帅就人事不省 三川六角角路人马的首领 都想保存自己实力 个个思思缩缩一路走人 嘿 认真是田鸡各河就各硬各 所谓兵败如山倒 这些金兵刚刚转身 宋朝的八路支 应兵马亦陆续赶到 折杀了敌兵 这场大战 只杀得金兵 施横骗就血流成河 哈密斯和大王尖罕 二王拉罕 三王答罕 五王宅利 急到汗流甲背 等金日述醒的时候 几位就告诉他 四郎主啊 我们没行啦 快点走啦 唉 金日述五路兵进中原 又失败了 见到大势已去 伏着带领残兵败将 一边打一边退 狼狈逃走 真是芳芳如惊弓之鸟 急急似流亡之鱼 就在这时 张邦昌和王度的骑马跟着来 金日述已经谷着 知道壹火没有发烂的了 见到这两个人 那两个人 扭裂了 过去 把这两个奸杂砍在马下 遮到哈密斯都囂了 碰呀呀呀呀 狼儿子 사람들이还很有用的 些人有什么用的 要来用的 反而是清世真的是 岳飞带着兵将在后面不停追杀 杀到金兵一听见岳飞两个字 云飞拍散 就是嫌自己爹娘生小两只脚 伯明走 这时忽然来到袁小将 埋到岳飞的马前攻身行礼 岳大帅没将盔甲在身 不便落马参见 拳车马上一攻 岳飞见这袁小将 生得五官端正 看起来多精明强干 小将军你是何人 我父亲原来是两郎关总兵韩世忠 我娘亲是梁洪玉 我是他们的耳朵韩燕直 今天是第一次入中原的时候 雷震三山口 炮轮两郎山 我父母将关口雕塞了 没面见万岁 就带着残兵敗将 占据高山 招兵买马 积草存粮 这次听说万岁被困牛头山 我父母就带兵来牛头山救架 拓令我来见元帅 请元帅兵夺 我非知道韩世忠和梁洪玉夫妻 是忠臣来 当初虽然雕塞了两郎山 但姓拜拉是兵家常使 于是就说 哪里有百战百姓的将军呢 你父母现在兵宅何处呀 我父亲连就了水尸营 大小战船无数 在了狼福山下 我非就趕快打开地图来看呢 嗯 二公子呀 金吾树这次兵败 一定会退到金山附近的黄天荡 你回去告诉韩元帅 秘密派兵埋伏在金山寺 要以长江为天险 拦着金吾树 不要给他过江 如果捉到他的 就可以换回二帝回来的了 知道了 韩元席打马如飞 就兜路回到狼福山 直接去到中军保长 中军将就炸在朝山 韩世忠和梁洪玉等得好心急 韩元席回来就告诉他父母知 牛头山已经解了为万岁得救了 还说明 岳元帅双腰折击金吾树一事 韩世忠和梁洪玉夫妻二人就非常高兴 称赞岳元帅了事如神 同时就决心 不让金吾树从我们这里逃回北国 那正是商议着军情 叮叮来稳报了 元帅夫人 金吾树带着残兵败将撤退 来这里就得二十里路了 江对岸来了五六百只大船 船头上插的是投降金国的奸臣 杜聪和曹荣的大旗 好想是来接应金吾树的 特尼布之请韩元帅定夺 梁洪玉就说了 金吾树打了败仗 一定逃去北国 急着过江 金吾树这个人为人多诈 我怕他一面跟我们交战 一面跟另一部分人偷渡长江 令到我们首尾不得相顾 不如今晚我们夫妻两路分兵 元帅 你可带着我们两个仔 分兵四面截杀金财 切身统领中军水尸营的兵长 金吾树如果来攻水尸营 我就带着水军用火炮弱战来保护水尸大营 一尾守住不出兵 金吾树见到我们按兵不动 一定会偷渡长江 江中水面欢阔 好难辽妄 可以在中营围干道 立一个吊斗 切身到时亲自在吊斗上观看敌情 吊斗道准备一面大鼓 切身亲自雷鼓坐阵 中间树一面白旗 鼓起则进 鼓亭则守 金兵向南 白旗就指南 金兵向北 白旗就指北 将军你就带着两个仔童副将 看着旗号 听鼓声来截杀金一述 一定要他片甲不留 再都不敢进犯中原 韩世忠听了就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哈哈 夫人真是神机描述 金国英雄啊 好 那就按计而行啊 将军既然是分兵 就不要误了军机了 可以叫军政师立军令状 你我如果哪个失责 按军规处置 好 那就一言为定 立军令状 那 女英雄梁红玉 多才多艺 文武全才 是韩世忠的德力助手来的 他们夫妻二人商量好 饱餐箭饭 各自准备了 梁红玉就脱了金银首饰 换上容装 头戴红筋 前边就打了个蝴蝶扣 身着短打 外罩软甲 脚着香牛皮小箭香 腰间佩剑 外面搭一件大红色的斗篷 带着二十个女兵 亲自来到中营 命令军兵在维杆上踏起远梯 上面安装钓斗 将信号白旗钓好了的派人看守 又准备好一面大鼓 预备雷鼓镇金山 韩世忠又带着两个儿子 韩彦德和韩彦直 钓了几百个兵船来 将这些兵船再分成八百六十四队 每队有队长 他们专门看着中军旗号的 看着金兵在哪边渡江 就扯哪边的旗次 安排好了 对了 遥老的花掌的水兵就撐着船 飞地到达埋伏圈里头 天色将晚 梁洪玉脚踏云梯 顺着围杆爬上大吊斗 这个吊斗呢 来水面有二十几丈高 站在上边看见很远很远的地方 梁洪玉脚在吊斗地跳望 远远见到金兵扎的刑盘 升罗其报 望下地鼠 江南几十里地的水面 亦都一目了然 望着一瞬间 就见到自己的丈夫韩世忠 梁洪玉脚带兵离开了中军营 准备截击敌兵 所谓花开两朵 各表一支 再说金雅术兵退长江岸 幸好曹荣和杜聪的大船 从金陵退到这里来接应 这两个奸冊手就在金陵 因为少赛中方搬来救兵 收服了金陵 曹荣和杜聪就坐船逃走 葬坑金雅术兵败来到江边 金王叫船开到黎衣鼠 到他们过长江 金雅术带着哈密斯 去金山寺偷看韩世忠的军营 估不到韩世忠在金山寺周围 埋伏了人马 将金雅术的客人走了 回来跟哈密斯商量了 不行了 今晚要留夜过江才行 否则 等岳飞的追兵一到 我们想走都走不掉 哈密斯就项头项鸡地说 哈 哈 金雅术就命令大王尖罕 大兵三晚 战船五百只 先绑着金山大营的兵马 然后派小船从两边偷渡 去抢龙潭 要他们首尾不得相顾 四更食饭 五更出征 哎呀那些金兵金章 哪个不想快点过江才行 只因过了江 命才要稳定的嘛 如果不是 岳飞的追兵 说不定何时就追到来 今天足足准备了整晚 掩旗息鼓 以吹哨为好 大王尖罕带领三万金兵 开着五百只战船 向金山大营的进发 咁巧顺风顺水 那些小船的好似射出的箭 咔啲 一路直备 cad Meer 那些鸡群送迎 送兵的哨船早就看见了 他叫梁洪玉 梁洪玉在吊斗里 什么都看见了 吩咐点炮 pum 嗯,嗯,打了幾炮,打沉了一艘船, 船到禁兵叫生叫死就浸在水上, 叫了一輪就沒有過蒲頭了。 大王尖漢就拼命馬那麼吹其他船,快點鐘,快點鐘。 梁洪玉在吊斗道指揮士兵,近的方箭,遠的炮打。 這時候,炮的力量小,射程近。 沒多久,射漢的船就接近到中營了。 加密術在後面看著, 那韓世忠的人一尾掛著射箭,放炮,無出兵。 咦,加密術這樣來就開心了。 看來,韓世忠兵力不足,不敢迎戰。 於是就放膽下令,衝! 於是兩邊的小船,含含聲地向北邊衝。 梁洪玉在吊斗道看得清清楚楚就命令, 電信炮! 砰! 信炮一響, 韓世忠和大仔韓彥特帶著兵船就衝了出來, 扯起旗號。 梁洪玉拿去鼓錘,雙手雷鼓。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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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靠著大船上,尖漢就下命令開弓放箭啦! 金兵那些箭好像雨嬌地射在韓燕直的小船上, 全部被擋箭牌擋住,跌到水上,轉眼,兩隻船就靠近了。 韓燕直一按手中大槍,衝啊!自己終身跳上敵船, 跟著那些士兵亦都向敵船上跳,那些金兵就急忙擺動手中兵器近箭啦! 韓燕直大槍一按,殺人群,那些金兵哪裏是對手啊! 連擊幾槍,那些金兵就發了一片人,嚇到個個馬那麼縮, 韓燕直殺到興起,忽然聽起有人大聲叫, 你不用槍狂,某家到啦! 啊!講完! 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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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臟臟血氣方剛,立功深切,一尾看著打仗 二來尖汗又不懂水戰,騎馬就行 在船上本來就不習慣 船躺下躺下,躺到陀陀令,腳步浮浮 再動手就更加煩到力 韓彥席精通水性,習慣在水上交兵早有訓練 所以今天兩個一交上手,韓彥席就越殺越勇 這支槍上下翻飛,神出鬼沒,打到尖汗眼花遼亂 不用多久,地哥尖都飆冷汗,只有招架之功,沒有還手之力 一路戰力一路退,退下退下就退到開旋邊 突然間韓彥席一硬大槍,來遭金雞亂點頭的招數 直插尖汗的面前 尖汗一時心驚,趕快拿個槌就向外隔 實際上韓彥席這一槍是虛的 見他一隔,抽一支槍轉後,純手洗招,空前掛忍 直插尖汗的前胸 這雲尖汗上臂,來不及了 槍佔剛剛在護心鏡的邊邊打進去 尖汗大叫一聲,手一鬆 鏡子鎚就跌了到船板上,韓彥席跟著走出一步,飛起右腳 啪,一踢踢了尖汗到水上 尖汗到警告,警告一股血水 尖汗那條絲在水上浮了兩浮,就順水飄走了 船上兵的金兵一見到大王沾汗死了,硬抗扔下兵器 個個跪下就說,將軍饒命啊,將軍饒命啊 韓彥席叫士兵清點人數,壓好俘虜 又跳上船隻去追其他的敵船 這件事,江面上展開一場血戰,江濤滾滾,殺聲陣陣 梁洪勇在吊斗道,雷鼓作威,士兵就擺動好奇,指揮方向 今天術向南走嘛,好奇就指向南 今天術向北呢,好奇就指向北,古聲光明啊 龍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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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 指揮著那些甘兵,芳妄逃命,但是,怎麼都衝不出重圍啊 他那幾隻大船,一彈在江心那頭,吞吞轉,走不到 甘阿瑟的戰船,被宋兵的船圍住了 兵對兵,將隊長,混戰一場 就在這時,二公子韓彥席,飛身闖到甘阿瑟的大船上邊 一眼看見船頭上有個人,頭戴帳臂金盔,手提開山大虎 正在那兒急到吞吞轉,嗯,這個不是甘阿瑟嗎? 硬曬,啪,賣去就一槍,甘阿瑟就急忙拿斧頭來雙刑 鋼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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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鋼 兩人打了七、八個回合,甘阿瑟好像有點招架不住 如果他真的不夠打給捉住,他豈不是含軍嗎? 欲知後事如何,且定下,分球 各位,上次那位金阿瑟帶著殘兵敗仗去到長江邊 遇到了韓世忠一家帶著水軍攔截 夾到他好像熱鍋螞蟻那樣扔轉,指揮著那些金兵四處逃命 但是,怎麼都衝不出重圍 他那幾隻大船,被圍在江深,沒辦法走得開 沒多久,韓世忠的二公子韓燕直,就跳上金阿瑟的大船 他見到船頭上,有個人頭戴帳臂金盔 手提開山大虎,趕緊急著,韓燕直認出 啊!這個人不是金阿瑟? 嘻!對了! 賣去就一槍,金阿瑟急忙拿斧頭雙刑 兩個人打了七八個回合 打下打下,金阿瑟有點招架不住 二公子的槍越來越厲害了 打槍! 剛剛打到金阿瑟的大腿 哎呀!他整個躺在船上 二公子跟著一腳踩著他的胸口 別動啊!二屋我就打死你 金阿瑟嚇到臉都青了 這時,有兩個金將上來救金阿瑟的 韓燕直就怕被他們搶走了 那手一夾夾著金阿瑟重聲跳到水裡 跟著就拎拎拎游自己那邊的船上 送兵送帳組就看著了 趕快拿勾幹就把兩個人勾了上船 押出金阿瑟五花大綁 綁到他有這麼實得這麼實啊 哎呀!抓著敵君主帥 韓燕直就開心得飛起了 趕快叫人送信給自己母親梁洪玉和父親韓世忠 那經過這場混戰 金阿瑟的人馬就發入了皇天黨 那原來皇天黨呢 是長江裏頭的一條水港 金阿瑟不懂水路 被韓世忠殺到溫頭轉向 把船下半天收入港裏頭 想著可以埋岸上陸路逃生的 怎知這裏呢 是死水來,沒有路好通的 韓世忠見到就哈哈大笑了 哈哈哈哈哈哈 靜止我們宋室當興 黃天黨是個死湖路頭 有入就沒有出的 我們可以派飛虎州、飛炮州 戰船、麻船封住入港的江口 將剩下的敵兵 降山困死 跟著他派出兵將 守住皇天黨的出口 然後就收兵回去中軍將 梁洪玉出來迎接說 將軍大獲全勝 其功一見 韓世忠就說 哈哈哈哈 是夫人的功勞 夫人雷鼓鎮金山 金兵士氣高昂 才獲得全勝 功勞應該貴夫人來 聽說捉住了金阿術 是不是 沒錯 人來聲將 鼓聲一響 只見韓世忠坐在大將的正中間 梁洪玉坐在旁邊 各路人馬前來報公 韓燕直向父母說明了捉金阿術的經過 夫妻二人下令 大金阿術上來 是 大金阿術 沒多久 見到金阿術一隻壁佬那樣 就堪給代威 帶子進來 進來 爹 véritable 韓世忠一白說一話言就說 金阿術 你也有現在 也沒今天 梁洪玉仔仔視看一下看一下 他眼印刮 stedảng 喻 原生 那些人不是金阿術 韓世忠又打破特 asymm 仔視看看 真的不是 這個人看樂 我就看金雅術,五官相貌都不是好似, 趕快就問,你是什麼人啊? 如果說了真情實話,就免受體育之苦? 如果不是,我就向你上大應, 那個金雅術有時候頭疼疼, 我,我是金國元帥王秉勞, 我,我家軍師,使用金錢脫殼之計, 要我假扮四郎主的樣子來替死, 我們郎主已經脫了險, 我既然被你們抓住了,要劏要殺, 隨得你們了。 寒宴席一聽,那臉都紅了, 然後,我上個磅,捉了個假的放手的真, 我真是該死了。 想到這樣,魯修成怒,生聲拔出寶劍, 要殺黃炳爐, 韓世忠就說,慢著,押他下去, 等捉了金雅術一起殺吧。 有人帶黃炳爐下去了, 韓世忠就跟著說了, 賢夕啊,你誤了我大事了, 阿爹,泰兒有罪, 唉,現在怨誰都沒用, 幸好金雅術敗走到黃天蕩, 他還是走不掉的, 他們糧草有限, 我們就來個噴軍之計, 到他們內無糧草,外無救兵的時候, 金雅術就不打自敗, 一定會全軍覆沒的。 賢正,明你把守黃天蕩的江口, 不准放走金雅術, 是,就是這樣, 連續圍困了十日, 韓世忠尼遠看見黃天蕩裡頭, 旗刺招展, 浩大飄揚, 但是沒有吹煙, 想到可能金兵全部餓死了, 就派人進去打探, 看看裡面的金兵是不是餓死了, 誰知探訊的人又回來報告, 原蕩, 糟了, 黃天蕩那頭空無一人, 今天他們都逃走了, 什麼, 不會的, 黃天蕩無路可走, 等本帥親自去看看, 好咯, 等到韓世忠帶兵有黃天蕩一看, 眼都瀝了, 唉, 黃天蕩本來是一個死港, 但是呢, 在來黃天蕩十多里路的地方, 有一條河道, 叫做老觀河, 是被泥沙塞住下的, 金雅術就派人挖開了老觀河, 從這裏逃走了, 敗走天常關, 但他好不幸呀, 就算走到天常關的時候, 又當到惡魂埋伏了三千伏兵, 被一陣截殺, 殺到金兵人仰馬回來, 等金雅術和哈密斯逃過天常關, 再查點人馬的時候, 金雅術又哭到膝頭絞眼淚, 這次三縱中原, 總共六十萬回寧府, 見到金主懸崖不欺買, 今天術張精天, 耗費了我們幾多國幣唐銀呀, 我一邊想著, 怎樣想著宋朝的江山, 想不到幾次都被你搞坏了, 幾十萬的人馬斷送在你手, 還有尖寒, 金蠶子, 銀蠶子都死在中央, 你還有什麼臉回來見我呀? 綁起他, 殺了先他, 幾個武士過來, 夾手夾到就綁了金雅術, 推他到外面, 文武百官就個個客人都傻了, 是呀, 見到不乞賣, 又哭又叫, 好像瘋了一樣, 個個都束手無策, 又不敢勸了, 哎呀, 怎算好呢? 那大帥看白就沒命的了, 還欺負多點兒子, 急忙就跪下說, 我主色路, 用神講幾句了, 你, 你都一樣這麼活該死, 是呀, 我是活該死, 不過, 怎樣活該死, 我也要講講我們的苦處, 這次五路盡中原失利, 不是四郎主殿下沒有本事, 而是岳飛實在太厲害了, 還有他的手下戰將, 個個都很有本事的, 這次並進中原, 實情我們已經打到宋朝的京都, 將趙寇和岳飛困在牛頭山上高, 恐怕成功在望, 哎呀, 實驚無神不知道, 在哪兒來了這麼多洗脫的人, 前來解圍, 打死了兩位少殿下, 加上韓世仲在水路截殺, 尖漢大王戰死, 四郎主都是死過翻山的, 如果不是那個王炳權替寫的, 看怕你們兩叔侄今日連面都見不到了, 這幾年兵進中原, 特殊殿下, 受盡千辛萬苦, 一步高, 一步低, 一步沙灘, 一步泥, 統兵帶隊, 為甚麼呢? 還不是為了, 早日請你去中原的京都, 登極坐殿嗎? 唉, 可惜今天事與願為, 望我主法外開恩, 放個四郎主, 等他立功贖罪, 命他戴罪立功啦。 吳克馬一聽, 都有道理, 不過大王尖漢戰死, 這口氣又硬是吞不下, 好了好了, 推翻藥術回來, 逐個兩個宋朝的分軍出來, 幫尖漢和我兩個孫兒祭殿亡靈啊。 哈密茨就說, 我主我主, 你幫子孫報仇是應該的, 不過那個魯少兒帝不可以殺的, 那兩個人還很有勇, 用他們兩個來做仁智, 我們就可以向宋朝要野, 要城池, 要江山了嘛。 哈密茨呀, 這次我們選兵截將死署, 是因為有宋朝張幫昌, 道賣汴京, 幫我們忙嘛。 這次我們為什麼不行呢? 就因為朝中沒有人暗中幫忙。 我主, 可以封老王劉宇, 為齊國皇帝, 叫他和宋朝繼續作兵, 幫我們賣命。 另外, 再派人打入宋朝, 幫我們做內應, 內應外合, 這樣就江山可得。 吳欺買就說了, 嗯, 風流遇到齊國皇帝好義, 講到要打入宋朝, 又可以掌握到大權的, 這個人就認真難找了。 吳欺買, 今天也領頭西計說了, 是呀, 張幫昌死了, 還去哪找一個這麼合適的人做內應啊? 夏蜜茨就說了, 嘿嘿嘿, 我想起一個人, 他回國一定會和我們辦成這件事的。 哈? 誰啊? 這個人姓秦, 明潰? 他是當年宋朝的新科狀元, 跟著老少二弟一起來到我們這裏。 他們來了五個大臣, 其他四個呢, 都是鐵打的硬汗, 不甘受辱, 全部死了, 唯有這個秦潰在那裡狗且偷生。 我見他這麼沒骨氣, 於是就沒殺他, 趕了他出惠寧府。 如果找到他的, 給小恩、小衛, 他一定會很感激, 然後送他回國做奸世, 命令他千方百計害死岳飛, 我們再發兵捉著趙溝, 總圓大好河山, 就是狼主利的了。 哈蜜茨這一番說話, 在座的人聽了都頂頭頂計了, 有道理! 有道理! 於是, 吳克賣了全紙, 再講金阿述, 四處派人找那個秦潰, 但是一時間找不到, 他又很煩悶。 這一日, 他就帶了五十個騎兵, 在山裡頭行為打獵, 來遠見到樹林裡有個人, 因為來得遠就看不清, 這個人見到騎兵, 一來轉身就捐入樹林裡頭, 金阿述就說了, 嗯? 白正正, 彎眉橫眼, 鼻齒豬膽就口齒櫻桃, 十指尖尖, 雖然年齡大了少少, 不過秋波含露都眉目全程。 嗯? 你是什麼人啊? 小女子王氏, 那是秦潰之妻, 跟隨二弟到金國, 流落在此地。 金阿述一聽, 秦潰的老婆, 哎呀, 真是喜出望外, 打破鐵鞋, 是無密處, 達來全不費功夫。 原來秦潰跟老婆王氏, 被搶來金國, 趕來惠寧府。 他起先服侍一個看馬的小官, 後來這個小官死了, 他兩夫妻就住在那個爛的牛皮帳篷裡頭, 靠著王氏, 幫兵士逢逢保保, 張張洗洗, 賺錢來過生活。 王氏這個人, 不僅生得盡俏, 兼且很會做人, 所以那些士兵經常送牛羊肉給他, 今天王氏來到樹林, 想收拾柴枝回去做柴火的, 想不到就撞正金物術, 金物術馬上問名秦潰的住址, 派人去找秦潰, 後來, 金物術就帶了王氏回到府中過夜。 翌日, 秦潰被帶來見金物術, 見到他老婆都在這裡, 雞食放肛寵, 心知肚明, 不過自己一定會觀運亨通的。 。 何德何能呢? 嗯, 我久无卿家大财, 因为一向出征在外, 无办法与卿家相聚下, 今天有缘相见, 你不用走了, 我这里缺少个参谋, 你就留在我府中, 到时好招直请教啊, 随过一听, 要自己在府中做个参谋, 感激到痛哭流体啊, 郎主如此抬举, 我秦桂要效犬马之劳啊, 这时酒菜齐地, 秦桂好多年都没吃过这么漂亮的东西了, 急忙得见, 以后一日三餐就酒菜封盛, 再都不用他们为食饭奔波炉了, 秦桂在心里就好感激金阿树啦, 那他老婆和金阿树这一一一一的事呢, 他也只眼开, 只眼闭, 不停日复一日, 不经不觉, 他第一金阿树的府中就住了年纪有多了, 所谓, 养兵千日就用兵一时, 金阿树是怎么用秦会的呢, 以后无知如何, 请定下 分 感谢